嗆嗆三人行 今天又婷又来色诱和尚 我觉得又婷特别配合我们话题 你看上一集讲婚礼的时候 她就穿上一个黑寡妇的黑纱礼服 表达我对世纪婚礼的抗议 今天我们要讲胸部了 她就不穿裤子来了 没腿对吧 最近为什么我说要讲胸部 在网上引起了热议 广西南宁一家整形医院 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咱们当然不能放那视频 一个截屏的就是这个照片 正在做胸部整形的手术 这家医院就把手术的过程 在网上直播 虽然关键部位是打了马赛克尔 但是说是赤裸程度也是引起争议 而且问题在于 有些人说你这个医院有点炫耀 整胸 因为动手术的这个人本人 在手术之前还要谈感想 跟他做节目似的 请你谈谈 医生也要讲 我要怎么怎么样 据医院的解释 就是说我们这是科普 这是很好的对全民的科普知识教育 但是呢就众说纷纭 我自己跑过医疗新闻 其实我看这个新闻说 我倒没有觉得那么大惊小关 或者是有伤大哑 我觉得这对病人 如果我们就真的是医学角度来看 对这位病人反而是有保障的 因为你在整个过程当中 是可以被公众所检视的嘛 所以其实是照理说 应该是可以提高民众 对这个医院的信任度 你都提醒了我呀 要是我动手术我要求直播 是啦 他们肯定不敢不负责任 对吗 是啊 因为你有影片为证 然后另外呢 就所有的医生也都在看着 他可以重复被检阅 你到底放了什么东西 在我的胸部里面 当初是不是说盐水袋 最后你放了不合法的细胶等等 我觉得这是好事啊 所以其实你知道很多西方医院 他们在做一些重要的手术的时候 都会应家属或者院方的要求会录影 这个录影是为了预防将来 万一出了什么事的时候 这是很重要的证据 对 而且现在西方医院 我现在看很多影集 他们甚至用微博直播 我现在已经把这个肠子 第几段到第几段切掉了 但是发生了什么大出血怎么办 及时的许多医院 甚至可以同时给予这个 在我推特上面给意见说 或许你可以做什么 怎么样的一个处理 保障病人的这个手术结果 更加完善 这还真是 你看前一阵外国不是有一新闻 你看到吗 说是一个麻醉的护士 这麻醉的护士怎么着是吸毒 还是怎么着 他把那麻醉药都偷吃了 还是自己弄了 结果真麻醉的时候 是药量不足还是怎么回事 那人就给生汤了 动肾的手术 那个病人都后来感受 他就是说割肾 他说我的感觉就像一根长的钢针扎在这个肾里 在这个等于是跟人生汤了一回 我还前几天看了个电影 看了个电影讲是什么呢 我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说是在十万人还是百万人当中会有几个个案 会有这个概率叫做麻醉无效 是有人说如果你平常喝太多的酒 或者是有些人天生体质就是不管 那有些人说你喝太多酒 你对酒精其实太习惯的话 其实那个麻醉药剂可能对你来说 剂量必须要再高一些些 才有可能让你 他这个电影里讲无效的特征是什么 就是你一动都不能动 但是你神志完全清醒 医生也不知道 你表达不出来 就哗哗哗就给你 但也有一些宗教是有规定用麻药 比如说有某些的佛教的教派里面 传承里面是觉得用麻药是让人神志不清醒 不能正念不太好 所以我知道有一些法师 他在真的要动手术的时候 他是要求不下麻药的 那时候就靠修为了 就靠你平常修定 你能不能进入一个很深的定的状态 那就不会痛 闻道的目标 真的 但你进到这种地步 对 不过咱们还是给闻道聊聊和尚最不爱聊的问题 我聊聊胸部 闻道我问你一个打场的问题 你这个修佛以来这个是禁欲对吧 也不能说是禁欲 但是反正就是没有那么大的欲望 但是会不会你现在我见到这个漂亮女性 你没什么感觉还是很讨厌还是会什么样的 也不会很讨厌就是很漂亮的女孩了 就这样 但也不会 但问题是你看到漂亮的 不为其邪念 不是邪念而是占有 比如说你看到漂亮的风景 你总不会觉得说我要占有这片风景吧 你看到一个漂亮的 比如说故宫很漂亮 你会不会想说我得当他主人 你不会这么想吧 对 看看就够了 是吧 我变故宫文物了 就是这样 你还真的说是 你像 那你说现在很多这个女性 又又又听这你了解 那天咱们讲 连那个威廉王子的那个未婚妻 现在说前婚礼上 他都要整容15万美金 也包括整凶吧 15万美金恐怕整不到凶吧 这事你怎么整清楚 因为我们说他还要打点玻尿酸什么 我想他只是微整 应该是不至于到整凶 微整 说出来的都是术语 玻尿酸是什么意思 玻尿酸就是你把这个 你下面这个眼带 有时候因为人的那个蛋白质 会随着你的年龄被吸收 所以你会有皱纹出来 皮肤的弹性就没那么好 所以现在有种叫做玻尿酸的东西 可以冲填在你这个细纹里面 就可以把你的细纹填充起来 那他其实就是从你的人的体 就是这种蛋白质提炼出来再打回去 所以他是会在一两年之内 再被吸收而无害的 但是你在一两年之内 你就可以先把你 睡位的痕迹暂时的给填补回来 所以现在最流行叫微整形 因为他是一个午休时间 我们甚至叫在日本 甚至叫午休整形 你就是一个 一个30分钟睡觉 午休的时间 你偷跑出去打一下回来 没有人知道 或者大家只觉得你精神变好了 但不知道你其实是去打了一个这个 那还有一些是肉毒感菌 这个就是大家比较常知道的 但肉毒感菌比较危险 不过不尿酸现在是太多人在打了 你是打的哪一种 我没有 你看我在眼带这么深好吗 就很深 就是你觉得这对你来说 不是个太难的选择 就是说你不觉得你哪需要整整 现在我觉得不需要 你看我现在就被人家说太小 所以我现在倒觉得太小 太小 玲珑嘛 什么都小 小巧玲珑 对 所以我觉得还好 我对自己 对 可能我也跑太多这种新闻了 所以我没有办法接受那个风险 而且我觉得该怎么样 就是真的是父母给你怎么样 可能我都已经可以做主持人 我就应该要满足了 不要再太追求 这个怎么讲 钻牛角尖到那个极致 为什么 你说这个胸部 你说很多女人 女人也是觉得越大越好吗 我不觉得 我觉得女生觉得 应该是说穿衣服要有曲线很重要 所以通常在我们 我以前跑医疗新闻 都是什么A照杯 真的是大家被笑成贫的时候 他才有这个动念说 我真的要去把它变得比较大 不然通常不会有女生想要去 因为太大很不方便 很不方便的 对 很多女人来讲 比如说大的话 是很爱事的 对 而且是对腰也不好 太大的女人的话 她会腰会累 会痛 没错 我是见过一个就是中俄混血的 这么一个女的 然后跟我聊天 我就觉得 哎呀 这刚才怎么说 她说这个胸部大了也不好 因为她自己就比较有优势 我说怎么不好 她说我打高尔夫球不不不方便 嗯 对 对 他挥干 挥干 他过不去挥干 挥干爱着 对 他过不去 把这个不能 而且球打哪儿去了 我以前还见过一些办公室上开会 有的女人 她开会的时候 她要把胸放在桌子上 不过会吧 对 因为那是对她来讲 那是个暂时的休憩状态 更夸张 平常很累 以前我们有一个身材很好 在台湾的主持女主播 她要播气象 你知道她播气象 我们要找卫星云图吗 他们就说她一转身 台湾就不见了 哈哈哈 台湾太小 她一转身 最后她只能播新闻 不能播气象 哎 你说 所以说台湾跟巨乳有缘 我怎么看最近有一新闻 你说不是台湾的 我觉得好像我看的 我忘了是哪儿啊 就是这个以色列有一个著名的巨乳女星 是去节目上表演 就是跟那个蟒蛇呀 去亲密接触 蛇吻 但是发生意外 我他们我们这送心还找到了这个视频 这个蛇呀 咬了他的巨乳 你要发生了这个意外被拍下来 但是我必须跟这个家庭观众要提醒啊 这个画面 可能会引起诸位这个不安 对吧 大家不想看就别看 但是呢可以看看 哈哈哈 看一看 哦 哦 不 不是 是台湾新闻播的 是台湾 不是 不是在台湾 背鳌一下 大家想说 啊 这个女明星怎么办 结果后来他们说 这是 结果是舍死了 舍死了 真的是 蛇死了 女明星走了之后蛇死了 因为那个龙乳的里面是细胶 是细胶是不能吃的 这个蛇吃下去以后蛇反而死掉 蛮蛇被细胶堵死 这不是堵死 这应该是塞住了气管或者是烟火 呛死 消化不了 对 呛呛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又婷至少你不用担心蟒蛇的问题 是吗 不能担心 因为你想想看 这完成了很多男人的梦想 是不是 被巨乳呛死 呛死 这是很多男人的梦想 不是很多男人想的 就死法最好是马上风 或者马上风你可以仔细分解它 有好几种类型的马上风 这被巨乳呛死也算某种类型马上风 是吗 死在一个就是要销魂的地方 那绝对逆水而亡 逆骄而亡 逆骄而亡 而且我跟你讲 又婷啊 其实你何以见得就说 你更需要完善 你的身材很好啊 是是是 这你看什么标准说呢 对 所以我觉得现在 可能因为我比较偏瘦 所以我现在在这个时代里面 我比较不会是被 被怎么讲 被批评的 对 但是也是因为你本来就瘦 所以又再让我要做电视 我更不允许自己胖 那个胖是这种蜘蛛比较 就虽然大家有说听我讲很讨厌说 竹佑婷你会在喊胖 但是那个镜头太现实 现在16比9天哪 每个人都被拉宽了 我觉得未来对女人是灾难 又16比9拉宽了吧 又高清上来了 以后你们脸上一个小痘痘可都看得见的 对啊 不过可是今年潮流变了吧 好像今年的整个时装潮流开始 比如说模特儿不再流行瘦了 都男人的话开始流行那种很挥舞的体格 女性那种丰满的身材也都回来了 对主要因为太瘦在这个每年时装周走的时候 其实法国街头都会很多人在抗议 觉得说你们在标榜鼓吹一种太瘦的风潮 会有很多女生会干脆不吃饭 厌食对那他们就觉得模特儿反而不应该怎么收 我有的照片就是你说的那个法国有一个模特儿 最后是厌食症 但是第一个是他后两个可不是他 就是说也有你世界上可以说受到这个为美 我们来看看 就说这个欧洲的模特这是得厌食症那个 是是是模特儿啊你再看下面 他们刚开始都只是 你看要受到这个程度吗 这个模特儿你再看下面 他们其实不是以此为美 而是到了后来演变成厌食症变成这样 这等于是他们知道自己差不多不久于人世了 然后那摄影师来拍这个其实是有点警示作用的 你知道吗 因为过去几年一直有很大的争论 包括男人也是 你比如说像前几年迪欧男装设计师设计的都是非常牵授 牵授到到那个号称时装界老佛爷的那个卡拉克比 他就身体比较壮 然后他就特别要节食为了要去穿那个衣服 那过去几年实在太病态了 我想但是你看啊 我有两个就是另一个极端的就是放纵自己的体重 是你是可以放纵的 一半美国人好像都挺放纵 都很放纵 包括现在很多小孩 你既然他这么吃嘛 麦当劳这么吃 吃着吃着大胖子 我们亲戚家孩子就这样 他那么胖完全无法挽回 所以说我觉得我现在这个两边看 我现在发现有些人可能是没办法喝凉水都胖 那么那个咱们不说那是健康的 但是也有一种人有些时候 我们比如说我自己我是会胖的人 因为我的遗传我本来会比现在很胖 但是我也很感谢我的这份工作 我觉得这是要自律一点 要自律就是要自律吃少一点 你没必要吃那么多 然后你要跑步 你看着自己因为你有个镜子嘛 你慢慢胖了 我觉得我自己要把我自己搞那么胖 我觉得就是堕落 或者说没有职业道德 当然我也不以形象 被观众 但是我自个觉得吧 就是你没什么出息 你把自己搞成个大胖子 对 健康也不好了 不过你讲的这点说了一个很有趣的原理出来 就肥胖这个东西为什么在现代被认为特别不好 其中一个理由是道德的理由 就恰恰很多 比如说你随便你像你刚才讲的 你说你觉得自己胖就是不道德吗 不节制日进吗 我觉得没有职业道德 是很堕落嘛 对不对 但你们想过平常我们看到一个胖人的时候 我们的联想是什么 往往就是这人很懒 这人一定贪睡 贪吃 笨拙 不努力 不上进 你们想过为什么会把胖的体型 跟这几种的行为或性格连起来 其中一个理由呢 据有些学者说是因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 提倡的是什么呢 提倡是个人的美德都是要自律 高度的纪律 高度的能够把握自己 让自己成为一个这个市场机器 最好的工作人员 那一个胖的人就给人显示出来 他连自己的欲望都管不好 他连自己的身体都管不好 那他怎么可能做得好工作呢 所以一个胖的人就被认为 是个比较懒惰的人 不节制的人 会偷懒会偷睡偷吃的人 那可是大家想想如果这个在中国朝代 我们最著名之道最欣赏胖的时候 就是唐朝 可是唐朝是个盛世啊 多喜欢去唐朝 对啊 唐朝是个盛世 所以显然这个理论 那是现代嘛 但是问题是唐朝的时候 是贵族才能胖啊 你一般打工做苦力的人 你哪能胖 现在在西方是贵族才瘦呢 对啊 牢独人民都是大胖子 对啊 因为那个年代 你想想看 是不干事的人才能养胖 以前胖为被人认为是美 是因为要显示他不用做事 嗯 为了显示他悠闲 对不对 所以他就说就不同年代 我还可以给你看两张照片 也挺有意思 咱们这导演给放网 就是你说这个女的赛金花 这是一代名记啊 对吧 赛金花 这就叫美了 这就今天大街上看 是吧 再看下边 你看 到了行燕子 这另一个中国的年代 这种皮肤有黑的 这种女的 叫美 所以你就看到这个 到底该怎么看美 而且还有一件事情 对就像你说 到底怎么看美 到底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美的标准是比较男性决定 还是女性决定 显然还是你们男性决定啊 女为月姬者容 所以你应该不是问我 是我要问你们说 怎么会喜欢瘦的人呢 为什么不喜欢胖的女生呢 这是因为这个标准 显然还是男性雄性在决定 是吧 所以还是 是 但是呢 还有一点啊 我就觉得 好比说我自己要是 我经常胖啊 是吧 我一胖了呀 我出去都觉得自己是个囊踹 你知道吗 我出去自卑 我就不讨厌我自己 就觉得这个 就是好像很没意思 但是我瘦的时候 我出去我就觉得有自信 这是不是像女人一样吗 不知道这就是刚才我说那种伦理观念 已经深入你的骨髓了 对不对 我有罪 你有罪 江江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又婷你女的要跟女的之间 女的能准确的知道女的好看还是难看吗 应该是可以的吧 大概几个标准 眼睛大不大啦 就是还有身材是最主要 而且所有女生在一起啊 一定谈就是 男人 男人以外身材一定谈的 我们一定会互相说 我又胖了 就是你知道 你一句我一句 这是每次下午茶 必备 不管这些女生到底胖不胖 而且你刚刚说的胖 已经都不是我们在医学上规定的胖了 我介于医学上BMI值 规定我的标准体重 我审诊差十公斤啊 对你是过瘦 但我说我跟医生说 如果我真的达到你说的BMI值的话 我这工作也不用做了 所以这是不可能达到的一件事 我的这个审美标准啊 是你看我就觉得中国什么都发展快 这近几十年来啊 我也变得特别快 因为我在我青少年的时候 就小的时候啊 我是喜欢风雨肥囤的 就是说还是那种所谓就丰满型的 恨不得那古希腊雕像 那样是好 对吧 那就明显小时候没见过肉的 没错 没见过就什么猪肉 看到肥业我就特高兴 口水都出来了 没错没错 我觉得哎呀就是那样的事情 安全性感 或者什么安全感 或什么关系 报了安全 对反正到后来呢 你看这几年来 我发现不知不觉的发生了变化 嗯那种风雨肥囤的 我有点不太能受不了接受了 口味太重了 我现在越来越好 又停这个方向 地震的时候 现在觉得地震的时候 又停这种不会压死你 哈哈哈哈 哎就是你看这个审美观呢 就光不就在我这一生之内就在悄悄的发生发生演变 没错是没错 所以可见我们所谓的美是个多么不靠谱的东西啊 嗯就你刚刚问说佛家是什么来看美的东西 佛教徒也是人 包括佛陀也是人 人不是禽兽 不是草木 不是不是草木 不可能对任何事情没有一个感官判断 对 但是我们要了解清楚的是 一切我们感官上的判断都是不停在变化 没错 它没有本质 包括美 对 尤其是人 我们判官一个人 什么叫做美 什么叫好看 难道不也是一直在变 你别说女人 你想看男人 记得以前看小说中国小说里面的所谓美男子 不都是弱不经风 皮肤白皙 皮肤白皙 然后基本上是得了地中海贫血的那种状态 对不对 然后是双手无伏击之力 你想想看把一个这样的男人挪到我们现实生活中 那女人会说她是美男子吗 初举 你现在觉得什么是美男 要阳光一点 皮肤有黑 要健康的感觉 就是太过瘦 也没有办法 但是我跟你讲 我发现还有一个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这个东西你还真是你眼睁睁的能够体会到 所以是谁 肖伯大就讲过一句话 说爱情的作用就是夸大一个女人和另一个女人之间的区别 其实等爱情消散的时候 你就发现其实长得挺一般 为什么当时就觉得这么样的美 简直是身上每一寸都是发着光 对你不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个男生男孩子都经必经的阶段吗 所有的男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经历 就是中学的时候特别暗念的一个班上觉得是笑花斑花 多年之后在路上碰到觉得后悔莫及 然后或者是非常的庆幸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